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 Patrick 那么今天我要继续分享这个 S Plus 的 E Wallet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 E Wallet 它到底如何可以做到100% 把你消费的100%都还给你 它到底怎样做到 还有就是它如何为我们创造 一个被动收入 是一个自动型的被动收入 它每个月都会有的被动收入 因为它是消费导向的 只要有人用 S Plus 的 E Wallet 来消费 我们就有机会创造这个被动收入 跟传统的 E Wallet 不一样 就是它不能创造被动收入 因为它不是消费导向的 人家消费跟你无关 这个 E Wallet 呢 是什么是 S Plus 的 E Wallet 那么什么是 S Plus 的 E Wallet 这个跟市面上的 E Wallet 呢 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它就是用来 它是用来的 还一些消费 还一些账单 这样子而已 但是它 它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回馈的系统 那么你用的次数越多 它的回馈就越多越快 它的回馈呢 可以达100% 好像你去 Starbucks 买一杯咖啡 可能几块钱 它可以100%还给你 一定会有人问 100%对吗 你有这样好的事吗 让我告诉你 等一下我们继续为你分享 这个非常棒的 E Wallet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回馈是怎么算的呢 来 这是 S Plus 的最基本的 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 S Plus 呢 它就是会累积一些账单 导致我们去一个商家消费 或者是你在付你的账单 你的这个电话费啊 还是什么啊 U Mobile 的电话费啊 你的电话费啊 所以费啊 这些账单的时候 它就算一个账单 一次的账单 它是算单次的 那么它每一个账单呢 当你付费 那些你付给 Starbucks 然后 Starbucks 其实跟之前 跟 S Plus 已经谈妥了 而我 S Plus 呢 就说 跟 Starbucks 说 我把客户 带来你的 Starbucks 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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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答应 分一些层给我 那是一个 10% 啊 还是多少% 给我 那么我就可以 从中赚取这个盈利了 所以一个人来到 Starbucks 消费 他消费 50 块 那么可能会有一个 10% 就给 S Plus 啊 就是 5 块钱 5 块钱 如果是 10% 的话 它可以更高 有时候会去到 45% 但是 10% 应该是最少的啦 就是 5 块钱 然后 5 块钱的当天呢 他就把所有 账单的收入 100% 他抽出 20% 抽出 20% 那天 我们有 3000 单 那么当天 他的总收入呢 是 3000 块 3000 块 那么拨出 20% 就是 600 咯 那么他拿 他就拿 600 除以 3000 就是一个账单呢 他就会回馈 20% 如果林小姐 如果他已经累积了 三张的那个账单呢 他就有 6 毛钱的回馈咯 那么有人会问 是不是当天消费的 就只有一次回馈 6 毛钱 这个其实不是的 这个要看你 他的回馈率是多少 那些你在 Starbucks 消费 你消费 50 块 他答应你 100% 的回馈吗 是不是 所以你的 Receivable Dividend 这个 term 我们就叫 Receivable Dividend 就是 50 块 50 块 那天 他就回馈你 60% 然后明天 他再用同样的方法来计算 同样的方法来计算 再回馈 所以每一天都有 只是他的数量不是很大 当然你的账单越多的话 他的数量就越多了 如果你今天累计三单 林小姐今天有三张单 明天他又再消费多三张的话 那么他就不止有 60% 那么少了 所以你消费的次数越多 他就会回馈的越多 如果 Receivable Dividend 就越高 然后他会回给你的钱就越多 然后这些都是 Cash 啊 他回馈可能就会比较慢一点 因为他一天才这么少 你不可能每一天都会去花费的嘛 因为 S Plus 的商家也还不是很多 我们正在发展着 迅速的发展这些商家 当然这些钱呢 就不是很快 不是很多了 所以如果你要加速他 加快加大这个数字呢 那么我们有两个方法可以做 两个方法 其实还有很多啦 所以我今天会讲的是两个方法 其中两个方法 那么要怎样加速呢 就是把 S Plus 介绍给你的朋友 亲戚朋友 有 S Plus 的商家那边消费的时候 你会有 5% 的回馈 5% 是他的盈利啊 是 S Plus 的盈利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把 S Plus 介绍给商家 让商家加入 S Plus 接收 S Plus 的 E Wallet 然后有人在那边消费 你也可以赚取这个回馈 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 把这个 S Plus 介绍给亲戚朋友 之后呢 你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你的 E Wallet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人 把 S Plus 介绍给朋友 然后通过 S Plus 这个人 这个人消费了 50 块 S Plus 赚了 10% 就是等于 5 块钱 S Plus 赚了 5 块 然后马上的 他又拿这个 5 块乘以 5% 就是 25 分 马上的就把这个 25 分 进到你的 S Plus 的 E Wallet 这样子这是你的 Cash 这是你的 Cash 所以你就可以加速 这个回馈的速度 不会太慢 也不会太少 他每一天都会有回馈 那么你介绍的朋友 亲戚朋友越多的话 他回馈的越快 越多 这样子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那么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比较被动式的收入 其实前面的也是被动 只是这个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那么我们就把这些 S Plus 介绍给商家 这些都是商家 沙巴、辣椒版面、孙太行 这些都是很出名的 然后你就把这个东西介绍给 那些孙太行 他就用了 他就用了 S Plus 然后有人在那边消费 他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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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给 S Plus 但是那 S Plus 会给你1% 是什么呢 是他的销售 他的销售 1% 是你的 然后如果你要销售 50块 50块 如果他 他会给 S Plus 10% 10%就是5块钱 但是其中的多少 50块的话 就是50C 50C 是你的 是完全是你的 所以 S Plus 只是收4块半而已 他有的 他的盈利就剩下4块半 所以就这样子算了 所以你就可以创造一个 被动收入 如果你的商家够多的话 他的生意好的话 很多人用 S Plus 的话 那么他就会 赚得更快 那么为什么这些商家 要加入 S Plus 呢 为什么还有这样多的意味 为什么还要加入 S Plus 其实 S Plus 它就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 它给消费者一些回馈 如果一个消费者 如果我是消费者 我来到两家店可以选 这个有 S Plus 一个没有 S Plus 那么你认为我会在哪一家消费呢 我在 S Plus 消费我有回馈 一个没有回馈 钱丢不下去就完了 没有了 你认为我会去哪一家消费呢 虽然他回馈是很少来 每天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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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累积起来的 但是他还是会回馈到 100%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所以他更愿意在那些有 S Plus 的商家消费呢 所以那些商家就会得到更多的流量 更多的 sales 这样子 那么接下去呢 还有一个 bonus 的方法 还有一个 bonus 的方法 就是 要花一点点钱 我们全面要花一点钱 就是 我们要成为一个 VIP 的代理 前面呢 前面的那个 user 呢 都是免费的 没有收任何费用的 S Plus 是不会给你收费用的 他只是会分你成 你消费你就可以分回馈 这样子吧 但是Zat 来到这边 VIP 呢 他就会有一点费用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抽10代 抽用10代 像我 我现在介绍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就介绍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介绍一个朋友 接下去这样子 10个代 那么 商家呢 这个消费呢 消费呢 就是5% 3代 就是 3个代 然后接下去呢 就是0.5%而已啦 就是比较少咯 但是 如果你的人数多的话 还是很多咯 那么这个商家呢 也是一样咯 商家1% 3代 然后接下去 就是0.5% 7代咯 这样子 如果你不成为 VIP 的话 你只能抽1代咯 你介绍的朋友 或者是你介绍的商家 没有 就是这样的了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少咯 而且这个呢 VIP也不贵啦 说实在 它是年费的 每一年都要付 但是它不贵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来联络我 我可以帮你带入这个 seminar 那么它那个时候会公布它的价钱 它会有一些优惠给你们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来联络我 好不好 那么最近这个疫情的缘故啊 我们造成我们有一些人 有一些的失业的失业啊 没有收入的没有收入 所以就很辛苦了 所以我在这个疫情里面呢 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其中一个呢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创造一个被动收入啊 被动收入的意思的英文呢 就是叫passive income啊 就是你没有做 你也有收入啊 就好像这个S plus yen 同样的道理啦 即使有一天 如果你把你的网络 建立起来了 有一天你坐着 你等人消费 你都有收入 这样子的话 就被动了咯 不是用你的时间 用你的劳力去换取 那个钱啊 这样子就比较 比较有保障啦 我是这样子认为啦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被动收入 如果有一天 你不能工作 不管是什么原因 不管什么原因 是你病了啦 还是疫情在来啦 还是我们需要再lock down多一次啊 还是你患病了 还是你失去工作能力 还是你老了 你不能工作了 那么你怎么办 所以你要有一个被动收入的话 那么你就有保障了 这样子咯 所以我手头上 我在这个几个月里面 我就开发了三个被动收入 其中一个就是X Plus啊 还有两个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你来联络我 我可以私下跟你聊 我可以私下告诉你 这两个是什么样的被动收入 每一个被动收入 都有potential 创造一个一个月 亿万块的被动收入 这样子 10千啦 10千的被动收入可能更多 但是10千是最基本的啦 应该是不难达到啦 这样子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点个赞 分享我的视频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分享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这些这方面的抗讨 你只要讲啊 好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